即将做新娘的冥想教师 悉尼出生的贾斯丁·达蒙德 星期六晚间在他家后面的小路上被打死 在那之前 达蒙德拨打紧急电话 向接线员报告一期可能的性侵案件 明尼苏达州刑事逮捕局表示 虽然要求对开枪事件做出解释的呼声日益高涨 开枪的警官努尔拒绝接受问话 我们希望他做出说明 根据法律我们不能强迫他 但是我希望他能发表这个声明 我们有些大的问题要问 希望他能够早日说明 警官努尔为什么会拔枪射击 从警察赶到现场到达蒙德被宣布死亡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警察的随身摄像机没有拍下视频 为什么摄像机是关闭的 这些我们都需要答案 爱道者星期三在达蒙德的故乡 澳大利亚的海边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 他们与澳大利亚总理一道 并要求美国警方做出答复 我们在寻找答案 这是令人震惊的杀戮 这是莫名其妙的 我们非常同情达蒙的家人 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在街上寻求警方的帮助 怎么就被开枪打死了呢 有关官员说 涉案警察的随身摄像机当时没有开 违反了明尼苏达警局的规定 这次事件也没有被警车的车载摄像头捕捉到 努尔和哈利蒂两名警察 目前都在带新行政休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